在之前的视频里探讨了AI领域的三大巨头在年初的最新动态 也特别提到了这三家在今年各自值得关注的产品 也就是Gemini Ultra,GBT5以及Lama2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就在2月15日这一天之内 三家不约而同地祭出了各自的掩长杀招 谷歌推出了升级版的Gemini 1.5系列 Meta带来了世界模型BJPAR OpenEye则展示了视频生成模型Sora 那么这期在为大家分别介绍这三个模型各自的特性和技术原理的同时 也给出我个人对这三个模型的评价 并预测它们各自可能造成的实质性影响及发展潜力 先说谷歌这边 这次宣布的是Gemini Pro 1.5 在上期视频曾介绍过 Gemini系列按尺寸分成三个版本 最小的Nino 免费的Pro 和收费的Ultra 但这些都是1.0版本 而这次宣布的1.5 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半代升级 在多模态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混合专家架构 混合专家架构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熟悉 它和传统模型用一个庞大的Transformer不同 混合专家模型是由多个小型的专家神经网络构成 它可以根据不同的用户输入 智能的激活并路由到最相关的专家神经网络 无论是B原的GPT4 还是开源的Mistro模型 都已经证明了混合专家架构的优越性 如果拿人类社会打比方的话 这种架构就像是专业化分工的体现 每个专家负责自己最擅长的领域 从而大大提高了整体的处理效率和质量 所以尽管只是半代升级 新性能已经足够抢眼 根据谷歌最新放出的58页技术报告 在基准测试方面 1.5的Pro已经可以和1.0的Ultra版本相当 但又因为是Pro的体量 计算量显著减少 因此大幅扩展上下文窗口成为可能 这也是这次它宣传上的最大卖点 上下文窗口的Token数 可以稳定在100万 极限情况甚至能上1000万 毫无疑问是目前大语言模型之最 而超长的上下文又使得用户输入得以进一步拓展 比如可以上传文档集合 几个小时的视频和几乎一整天的音频 官方放出了三段视频demo 分别是402页的阿波罗登月记录 长达44分钟的巴斯特基顿无声电影 以及长达10万行的3CS代码 单从这三段演示来看 确实有效展示了超长上下文窗口带来的新的应用场景 也体现了Gemini 1.5在处理超长输入内容时的理解和推理潜力 这不但让Cloud的产品定位进一步陷入尴尬 对于以RAG为卖点的初创公司也是一技重创 但就目前放出的这三段演示 以及技术报告中所举的大海捞针的例子 似乎都是更多在强调Gemini 1.5在超长输入中的定位与检索能力 对于日常需要进行大量检索工作的人 这固然是重要的 但我觉得更多的用户真正关心的 恐怕是在实际工作场景下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官方这三段视频的说服力还不够充分 比如在阿波罗号与无声电影的例子中 谷歌为了展现模型的理解和推理能力 用的都是手工画图 然后让模型在长输入中定位的套路 其实这本质上还是检索思维 况且把几个小时的视频上传到服务器上需要多久 最后可能还没自己在播放器里跳着找场景来的快 我觉得就实际应用场景来说可能还是相对有限的 当然代码方面如果能够将整个项目倒进去的话倒是比较有用 可是从谷歌的演示视频来看 它是将所有代码合并成了一个文本文件作为输入 这样的话使用价值其实是挺打折扣的 不知道成品的实际支持情况怎么样 总而言之利用Gemini原生多模态的优势 实现长输入的跨模态检索可能在某些领域确实有用 但它的真正潜力和实际应用场景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说完谷歌再来说说Meta 按理说三家同样是在2月15日宣布 但人们都在调侃Gemini 1.5的头条被Sora抢了 可VJPAR在全网连提都没人提 人们都在心疼谷歌 那谁来心疼老杨呢 不过话说回来 VJPAR这次和另两家比起来 亮点确实也不太够 所谓JPAR就是联合嵌入预测架构的缩写 其实早在去年6月份 Meta就发布过处理图像信号的IJPAR 这次的VJPAR可以看作是JPAR的视频信号版本 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 杨立坑根本就看不上基于自回归的生存式模型 而是极力推崇仅通过被动观察 就可以掌握世界背景知识的世界模型 JPAR项目可以视为它针对世界模型理论的具体实践 所以JPAR被设计为一种非生存型架构 它和生存式模型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生存式架构是通过删除图片或文本段落中的一部分后 尝试预测损坏或丢失的像素或单词 杨立坑认为这种方法的致命缺陷就在于 他尝试填补所有缺失的信息点 过于专注不相干的细节 而不是捕获更高级的概念 所以和生存式架构不同的是 JPAR并不直接预测输入的像素或文本的具体值 这一点你从它的架构图也能看得出来 它压根就没有解码器 而是直接用编码器生成抽象的语义表证 所以它更加侧重于学习数据的深层语义和结构 而不是在细节层面的精确复原 杨立坑的目标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让他像人类一样学习到世界知识 形成针对周围世界的内部模型 我对杨立坑的基本理念是赞同的 但他的具体实践我认为还欠缺说服力 虽然他在各种公开场合都强调 这就是像人一样学习世界知识 可模型学习到的高级语义表证 也并不是透明的可解释的人类可读的 而且我还发现一点 那就是他无论在博客论文还是在演示视频里 强调点都更多是放在高校学习 节省训练时间上 可其实训练时间的多寡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 从来就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 另外由于杨立坑不是生成式模型 至少从短期来看 他似乎也不太具备明显的商业价值 他目前的主要用途貌似还是用来做做分类和动作检测之类的 CB下游任务 当然 JPAR也不是不能做生成 搭配单独训练的解码器 他也能把模型学习到的高级表证 映射回像素空间 实现生成式输出 但你看篮筐的部分 在生成方面 貌似也没有显示出比现有生成模型更明显的优势 同样的问题反映到视频信号上也是一样的 比如这次放出的VJPAR宣传视频 你可以仔细看静止针的接合位置 也不是十分自然完美的 所以这个VJPAR学到的高级语义表证 究竟该如何妥善利用才能发挥出它的最大价值 并最终实现商业落地 还是有待观察的 和Meta相比 OpenEye真的是懂商业化的 当然这也和奥特曼的商业嗅觉和商业头脑有很大关系 Sora一发布 立刻就能夺走所有人的眼球 实现全天后刷屏 那么Sora究竟做到了什么事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 他实现了超长视频的前后针两贯性 当然Sora的生成视频长度最多也只有一分钟 这里之所以用超长这个词 是因为他相对于竞品的Runway和Pika来说 已经是超长了 那他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 要知道杨立坤也曾经做过根据上一针来预测下一针的尝试 但最后失败了 就在去年7月份的人工智能大会上 杨立坤还明确指出生成式架构搞不定这个 那么OpenEye究竟用了什么魔法 从OpenEye公布的技术报告来看 它的秘诀就在于并不是用针来预测下一针 而是将训练用的视频数据打碎成无数个包含了时间和空间信息的基本单位 OpenEye把这叫做Space Time Latent Patches 中文没有太贴切的对应翻译 为了方便观众理解 我姑且把它称为时空碎片 每个时空碎片都是SORA的最基本单位 你可以把它简单等同于大语言模型的token 每个时空碎片里不仅包含了时间信息 也包含了空间信息 换句话说 它不仅捕捉了视频在一个时间点的视觉内容 还捕捉到了这个内容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 至于具体做法 就是训练一个视频压缩网络 将视频通过编码器压缩到一个低维的影空间 再从中提取出一系列时空碎片 作为Transformer的token 而在实际生成视频时 使用的是与AI绘图大同小异的扩散模型 给定造成碎片和文本提示 再通过一步步去造还原成视频 这个看似简单的思路 为什么能取得如此神奇的效果 我觉得秘诀就在于 Sora依旧贯彻了ChatGPT取得成功的三大法宝 一是智能及压缩的指导思想 二是高质量的标注数据 三是尽最大可能堆算力 至于今年的GPT5能不能用上Sora 我依旧是去年那个观点 GPT5支持视频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我的理由有三个 第一 至今的OpenEye的拼接多模态思路 基本都是等对应的专项模型足够成熟后 再整合到GPT中来 比如Dali和Whisper 都已经发展到第三代才和GPT整合 Sora到现在连第一代都还没有发布 从官方放出的缺陷视频来看 也还是存在较大问题的 而且现在还根本不知道 针对一般的用户提示 出现这种缺陷视频的比例大致是多少 在Sora足够成熟之前 可能不会与GPT直接整合 此其一 第二 Sora需要耗费巨大的算力 假设视频尺寸 按照OpenEye放出的demo 宽度1920 长度1080 30帧每秒 扩散模型的去照步数 我们就按照一般的20步到25步算 这样光是生成一秒视频所需的token数 粗略估摸下 恐怕也差不多接近百万了吧 这还仅仅是一秒的长度 那生满一分钟的视频呢 另外 你想想现在用Dali生成一幅图片需要多久 那生满一分钟的视频 你觉得需要多长时间 好 就算你说用户不在乎生成时间 愿意等 但用户在生成视频期间是要占用GPU的呀 全球plus用户有多少 真全面开放使用的话 服务器承受得起吗 好 就算承受得起 但对于OpenEye来说 在成本上真滑得来吗 要不要再专门开个价格更昂贵的plusplus 开了的话会有多少人为此买单 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此其二 第三 就是奥特曼在一月的访谈中明确说过 虽然用户对视频的呼声很高 但团队对于GPT5是否支持视频还处于考虑阶段 目前工作的重心依旧放在模型推理上 可能有不少朋友觉得这是烟雾弹 但我倒觉得以OpenEye目前的优势 再加上谷歌也早就宣布Gemini支持视频 奥特曼根本没必要放这种烟雾弹 他说还处于考虑阶段 我认为也确实符合现状 因为就像刚才说的 这个考虑并不单单是技术上的考量 更多的其实是对成本和商业策略的考量 而现在Gemini的实际表现也还没逼到OpenEye必须在GPT5提供视频支持的地步 所以基于以上三条原因 我认为Sora和GPT5刚开放时 很可能是各自作为独立产品放出 在GPT5的初始版本就进行整合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但请注意 我一直说的都是可能性相对较小 但从没说过完全不可能 至于网上很多人说Sora将颠覆影视行业 我认为还延迟过早 甚至还有人幻想直接把小说变成电影 我也认为在几年之内最好不要有这种期望 其实哪怕不看官方故意放出的那几段失败案例的视频 单从我刚才介绍过的Sora实现原理来看 生成视频中出现反现实和反物理的现象 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 这其实就像大语言模型的幻觉 你可以用各种手段无限缓解 但只要还是自回归生成模型 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而生成出来的视频 哪怕只有一处两处这样或那样的反现实瑕疵 影视行业的人真敢拿来商用吗 真拿来商用 又有多少人会为此买单呢 这和图像生成的情况又不太一样 现在很多公司的原画师确实是在拿AI生图 然后在人工修图 但是视频一秒30帧 出了问题难道要逐针修补吗 从成本考虑恐怕还不如实际拍摄吧 另外我还看到很多人认为 一分钟的视频对于一个分镜来说 长度已经足够了 更长的视频可以通过多次上场视频来拼接 但事实也并非如此简单 Sora上场的视频之所以看起来如此连贯一致 就是因为它是一次性生成的 如果逐次分批生成 是无法保证视频主体在多个分镜中的一致性的 所以对于影视行业的从业者来说 Sora可以用 也确实是个很好的辅助工具 但恐怕只能起到实际拍摄前的原型参考和灵感激发作用 当然 如果硬要说还有其他什么影响的话 那就是等Sora开放使用后 你会在各大平台看到近乎泛滥的 各种稀奇古怪的一分钟短视频 以及涌现出无数教你怎么用它来变现的麦克营销号 最后总结一下 在2月15日这一天之内 三家都拿出了隐藏杀器 其中Gemini 1.5可能会干掉一批以RAG为卖点的初创公司 而Sora会干掉一批以视频生成为卖点的初创公司 至于Meta 则继续贯彻它的开源路线 你可以试着用VJPAR做一些下游任务 虽然VJPAR目前被杨立坤称为世界模型还欠缺说服力 但网上不少人将Sora吹成世界模型 也同样是杨过其时 Sora效果确实惊艳 但它从本质上来说只是像素流动规律的拟合器 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反物理和反现实的幻觉 其实OpenEye早在去年还有个文本生3D模型的ShapeE项目 虽然从短期来看 它的效果的确制着 远没有Sora震撼拉风 但我觉得从长远来看 基于文字描述构建出3D场景 然后在3D场景中 基于实际的物理眼前进行模拟 推理预测和行为规划 才是从根本上解决人工智能的时空间理解和时空间推理的途径 这方面的技术发展水平 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 其实无论是Gemini 1.5的超长上下文 还是Sora的视频生成 本质上都是基于各自的领域优势 才能实现出来的暴力美学 而效果经验的背后 都是需要消耗庞大算力的 庞大算力就意味着高额的运营成本 因此这两个模型究竟什么时候会面向用户全面开放 开放后实际使用效果会不会缩水 甚至要不要额外收费 都是将来需要观察的点 但大厂之间的互卷竞争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绝对是一件好事 这里是关于智能科技 那我们下期再见